何超琼最近低调现身哈尔滨某夜场 引起网友热议 有网红过来敬酒 他礼貌地和所有人碰杯 并且一言而尽 毫无架子 大家纷纷猜测 他是来实地考察投资 汉化东北文旅赶紧抓住商机 是否有商业计划暂未可知 倒是看出何超琼在哈尔滨玩得蛮开心 还打卡了冰雪大事件 与他同行的是赶女儿曾招一家 61岁的何超琼穿着白色羽绒服 精神异议又不是优雅大方 和37岁曾招一同框 说是同龄人也不为过 说起来对曾招一这位干女儿 何超琼主打一个宠 上个月谢霆锋在澳门举行音乐节 他罕见地穿起皮衣化了浓装 陪干女儿一起蹦迪追星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他的快乐 今年跨年 梁蒙女也是一起过 对着镜头笑意盈盈 江湖传言 无儿无女的何超琼可能会把个人财产 留给曾招一和他的两个孩子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何超琼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干女儿 到底是什么来头 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 曾招一这个人 但他算是香港名院圈的熟连孔 郭晶晶参加冯云木庄组局的 百亿阔台聚会时 他就站在最右边的角落位置 刘嘉玲当年借出自己的半山豪宅 为百亿千斤临田而庆生时 他和妹妹曾招亮也在合影之列 参加聚会 碰见干比是可以贴脸合影的关系 和吴谦宇的富三代男友施伯兄 明显是数到不能再数的老友了 会毫无芥蒂的喊他肥胸 跟曾招一丸的好的闺蜜团 更是一个比一个有钱有名来头大 比如林青霞的妓女型家倩 是他婚礼时的伴娘之一 还有香港四大豪门之一 郑玉同家族的孙女 归立酒店老板郑志文 以及广州复利地产老板的千金李佳颖 同时也是广州湘江集团董事长的儿媳妇 齐齐相聚为他庆生 就连霍家三代那位特别低调的千金霍思伟 霍启刚的唐妹也是他的闺中密友 至于既有明星合照 不过是他最最普通的追星日常 最让人羡慕的是 他身边还有和超穷这个千亿干妈 各大豪门社交活动 常常可以看到他俩一起出席的身影 比如月初郑玉同家族三代接班人郑志刚 为太太于牙英举行生日宴 曾昭仪就和干妈琪琪前往祝贺 不管是公开活动还是私下旅行 两人总是习惯亲密抱抱贴贴 俨然就是良母女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商场上雷厉风行的女大佬何超穷 在干女儿面前总是素颜 展现最真实接地气的一面 看似毫不起眼的曾昭仪 为何能在民怨扩台圈里混得开 还备受和超穷独一份的宠爱 虽然顶着和超穷干女儿的名号行走江湖 但曾昭仪的家世背景也不容小觑 祖父曾继华早年靠坐出口大米生意发家 后来将生意逐渐扩张到职场 响烟、房地产等多个事业领域 成功跻身港岛第一批百亿豪门 老爷子事业上颇有名望 可惜感情上临不清 因偏爱二房太太冯婉林 将大部分家产物业留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曾文豪和曾文能 曾文豪是标准的富二代成长路径 他小时候和何超穷是死党 再大一点最好的朋友是许建亨 实打实的有钱人堆里长大的孩子 曾文豪读书不行 但吃喝玩乐通通在行 各种极限运动他都擅长 靠着一身世家子弟的功夫 他娶到了一个好太太杨颖心 杨颖心出身中产 外形优能力强 何超穷没有进入父亲和洪森的奥运之前 曾经创办过一家公关公司 合伙人就是杨颖心 这家公司叫天机 现在是香港最大的公关公司 多少豪门要放通稿 要危机公关都靠他们 曾文豪和杨颖心结婚后 生了一个女儿叫曾昭仪 父亲是豪门继承人 母亲是职场女强人 曾昭仪一出生和超穷就赶来认他做干女儿 媒体称他百亿千金 然而这荣光随着爷爷去世悄然远落 1997年曾进华在香港去世 葬礼庄重盛大 香港特首董建华亲自送上外联 邵一夫不顾90岁高龄坚持到场祭拜 福林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诚 葬礼之后遗产分配也就摆上了台面 曾继华四家上市公司 估值82亿全部留给了二方两个儿子 原配的孩子们什么都没有 为此两方还闹上法庭 法院正式一住右校 结果不能更改 拿到遗产后 曾文豪和曾文能就开始甩开膀子干了 力证要让曾家越飞越高 曾文豪一脚踏进股市楼市 大批的项目刚开工 97金融风暴就来了 公司将80亿资产亏损变2亿 多亏郑玉同出手相助 才保住了部分家产 败家不靠谱 导致曾文豪与发妻杨颖心的婚姻也走不下去 将家族资产败光后 曾文豪还是不甘心 想来想去觉得曾家重返昔日荣光的希望 要寄托在儿子身上 她开始嫌弃发妻杨颖心 没生出儿子来 杨颖心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强人 她立马就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两人亲自离婚 两夫妻育有三个女儿 曾昭仪是长女 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曾昭亮和曾昭领 有父母辈的交情在 加上大概心疼曾家三姐妹年少历经家庭变故 何超穷和何超凤都认了她们当干女儿 两家人关系好到正如曾昭仪所说 如果她们有什么事情 何超穷9秒9就会冲过来 三姐妹当中 何超穷最宠爱的就是曾昭仪 她虽然顶着豪门千金的身份 但自身实力不差 在美国本特立大学读完工商管理后 又继续攻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 成功拿到职业律师牌照 后来创办了自己的时尚品牌 何超穷明明都要赶飞机出差了 可还是抽出时间先过来帮忙站台 支持她的事业 随着曾昭仪相继结婚生女 何超穷也顺势当上了外婆 逢年过节 基本上都是和曾家大小一起过 抱着孩子享受天伦之乐 显来无事也会一起出行旅游 除了这次哈尔滨之行 何超穷还和曾昭仪一家 还去过英国 毫无架子地带着孩子挤地铁 对曾昭仪一家 朝穷界出手也相当大方 看得拳王眼红 都想当她的孩子 当年该女儿大婚 她不仅隆重出席 还送上贵重珠宝当嫁妆 对两个干外孙女 据媒体爆料光是松礼物就花了上亿 生于百亿豪门 虽然中途成为落难千金 却又遇上宛如亲妈的何超穷 几乎没怎么受过苦 曾昭仪的人生看似幸运 却又不止是幸运 不同于两个长相优越的妹妹 曾昭仪遗传了父亲的身材外形 从小就长得偏圆润肥胖 因此没少受到外界的抨击 最惨的是 她曾被拍到和霍气中谈恋爱 媒体没认出她是谁 嘲讽霍家公子恋上猪八妹 一年后两人分开 据说是霍气中甩了她 好在曾昭仪生性乐观爱笑 失恋哭过之后朝阳做自己 活得开心自在 没有刻意减肥 该吃吃该喝喝 喜欢跳舞就去学 也不在乎好看不好看 面对恶评也总是一笑置之 被网友吐槽自拍脸大 她会好生好气地回复 你沾远一点看视频吧 还配上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很快 曾昭仪就遇到她的真命天子 工程师男友郭俊贤 对方并非豪门出身 但也算夹境殷实 且重要的是对曾昭仪 极其宠爱与照顾 两人交往七年后顺利成婚 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不同于一般的民怨千金 曾昭仪的生活作风 也相当接地气 传一部讲究名牌 以休闲与舒服为主 因为喜欢吃和旅行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拍Vlog谈点 为大家分享地道评价美食 甚至会教大家省钱小妙招 和邢家倩 郑志文等民怨闺蜜去上海玩 甚至会去截别卤串 朋友聚会也常常习惯亲自下厨宴请 靠好厨艺和好人员赢得大家喜爱 大家只看到何超穷对他好 但任何感情能够长久下去 都要双方来维系 曾昭仪对何超穷也非常上心 形容他是自己的人生导师 也把他当作亲妈来处 逢年过节会喊上他一起过 替他筹备生日派对 带着女儿为他做手工礼物 可以看得出跟干女儿一起 和超穷都是非常放松快乐的状态 落难前进能在民怨圈立足 自然少不了这一枪真诚 无论什么时候 曾昭仪给人感觉都是一副笑容灿烂 活力四射的舒服状态 有粉丝羡慕他性格好 他温暖的回应要感恩自己已经拥有的 多见朋友和家人 开心的日子就这样 富贵迷人宴 再巨大的财富都可能稍纵即逝 正如增加从包袱到没落 更别说99%的普通人 还未必有机会去拥有那些豪门的名利与财富 但至少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握的是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知足常乐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打开小铭铛 好